台湾曾经是智鞋王国 我们接着要带你去看台中有一家 有三十多年智鞋经验的鞋厂 他们创立了自由品牌 同时靠着一些专利设计 让这个鞋子非常的轻巧 带你去看看 全心全意的专注神情 细索且细心的手作工序 他们是一群智鞋达人 三十多年来 他们生产的鞋子 足以环游世界好几圈 也撑起台湾智鞋产业的救世荣景 70年代台湾的智鞋产业 是非常蓬勃发展的 各大的运动鞋品牌 都以台湾为生产基地 当时很多的品牌商 都是拿现金来这边拿鞋子的 世界有三双鞋子 大概有一双是从台湾生产出去的 那台湾这个地方又是鞋业最蓬勃发展的地方 那现在目前那一些老技术还有老员工都还留着 就想要真的把这个根留下来 从事智鞋二十多年的执行长张文聪 经常在工作室待上一整天 慢慢研究炫头的角度和鞋子的舒适度 而工厂里的智鞋师傅 更是和他一起拼经济的好伙伴 尽管台湾拥有优良的智鞋环境还有人才 不过依旧不敌产业外移 还有人力成本增加的冲击 面对这样的挑战 一个企业要能够长长久久 永续经营下去 如何建立自己的特色 并且创立品牌成为最重要的关键 由于台湾生产的自行车 品质优良世界之名 所以自行车鞋便成为这家鞋厂 创立品牌的第一步 并独家研发出多款 符合各种需求的自行车鞋 以及圈托方便的三铁鞋 其中这款硬抵不上卡的自行车鞋 就解决了许多使用者的困扰 因为我本身也是真的非常热爱 骑自行车运动 因为台湾的骑车环境 穿卡鞋很容易危险 其实我也摔过好几次 所以我就想说 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安全 但是又很有效率的 这个鞋底它是两个材料的硬度 我们为了要让分力 踩踏时的分力 跟垂直的压力 都能够效率都分 就发挥到最大 那黑色的是为了要去抓那个分力 那蓝色这一块是要去强化那个垂直的力量 那这双鞋子就除了踩踏效率很高 那又可以行走 有了创立自行车鞋品牌的成功经验 老鞋场再接再厉 推出了具有健康概念的休闲鞋品牌 Austini 我听你健康鞋 我们创办人一直深深地相信着 鞋子其实是承载一个人的健康 迈向他的人生梦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他花了六年的时间 从自行车鞋的领悟 这样子不断地琢磨 然后去找到一个人 我们在穿着鞋子上 可以感受到最舒服的一个方式 然后创办了这个Austini 我听你健康鞋 那我很想要推荐是我们的 就是明星商品防水走路鞋 那这款你可以看到 它除了360度的这个组装支撑之外 它有一个Nature Fit 7的硕形技术 它真正做到是里面的防水模 让水进不去但气透得出来 那这双鞋子呢 就是让每一个消费族群 都可以更达到他生活中所有的需求 全系列鞋款主打超轻量无负担 以及360度支撑大底 和七天塑形鞋垫的 我提米健康鞋 先以体验式行销打开口碑 再借由实体设柜提升销售量 不只达到七成的回购率 更创下单柜 平均每两分钟就卖出一双鞋的好成绩 以为是一般的运动鞋 但是穿上去然后脚一抬起来 你会觉得很惊讶 说这个鞋子好轻喔 就是感觉脚好像没有什么真的有穿鞋子的感觉 但它支撑力却是很够的 然后穿起来很舒服 就是真的很像感觉没有再穿鞋 有来买过一双 所以很好穿这样子 应该是我常常在爬山 或者是在 有时候常常会带孙子走路啦 这样带他去散步这样子 我很适合 除了防水健康鞋和透气凉杆健康鞋 深受消费者喜爱 需要一百多道制作工序的皮鞋 是Ostini三十多年制鞋经验的累积 也是来自于顾客回馈的互动设计 那这双鞋子呢 是我们的跑皮鞋系列 它很有趣是 其实它是来自于一个北部的医生 跟我们提过 它需要一双鞋子可以很正式 可是又可以应付各式各样的生活情况 包含了下雨 或是包含它随时需要冲刺去急诊 它呢有正式的这个皮鞋的外貌之外 它非常的轻亮 然后最重要的是呢 它的底其实是运动鞋的鞋底 所以你在穿着的时候呢 你就是想正式可以正式 然后需要有需求的时候又可以冲刺 以知名运动品牌 三十多年的代工经验为根基 再以创新设计和贴心专利为跳板 Ostini 我挺你健康鞋 不只延续台湾的制鞋工艺 也为自己开创出新的价值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新型的环保回收店 也看到台湾制鞋业 他们很棒的设计 还有制造的一个成果 非常谢谢您收看 银在地球村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